今天整體來說和昨天是相當類似的 一樣是西南風的環境 而在各地的天氣基本上還是很不錯 大多是晴到多雲 而清晨到上午區間加上海陸風的作用之下 這中南部的沿海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在午後的各山區也會有局部的短暫雷震雨 和短延時強降雨的機率發生 而這樣的天氣形態會一直持續到週末 在中午過後就會有感的出現天氣變化 尤其在大台北宜花坪地區降雨的機率比較高 要注意瞬間大雨雷急還有強震風 而到了隔天的清晨上午又恢復晴蝕多雲 我們可以看到這中南部一帶會是比較多雨的狀況 一直要持續到下週一開始 那水氣會稍微的增加 整體的環境會比較不穩定 在苗栗以南的地區也會有局部的短暫 雷震雨或是雷雨 而其他地區則是持續多雲到晴 午後新竹以北的地區及東半部山區 也會有局部的短暫雷震雨 基本上來講這臺灣在八月的上旬 仍然會是高壓環境的 目前雖然沒有明顯的熱帶系統發展 但是到了週末或者是下週 要留意這低壓帶是不是有熱帶擾動的行程 好在溫度的部分呢 今天的天氣還是非常的炎熱 普遍是落在33到36度 尤其在大台北 盆地以及內陸地區 這溫度會再高一些 另外基隆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我們看到一路這樣下來 都是亮起了黃色燈號 代表中午的紫外線是偏強的 請注意要熱傷害的發生 另外戶外活動也要做好防晒 因為這樣的高溫 還會持續下去 因為接下來西半部 持續會維持在這33到35度 而在東半部也會有32到33度 離島地區則是有30度以上的高溫 因此千萬不能輕忽 以上是這節的氣象資訊 喝在我心裡的雨 忘記了 所有的小草要7點半上班 林桃給午7點半給你們清水嗎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2000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招集令 週一到週五下午2點到4點 黑奶魚 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12點友善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 全盤分析解說 輕鬆掌握趨勢脈動 專業精準 容易想要的 全盤分九十分鐘 加倍關心您所關心的事 都在E電視